屏東小琉球發生了電線桿爆炸起火事件 在昨天傍晚有民眾目擊 電線桿竟然燒了起來 隨後更有火光還伴隨著爆炸聲趕緊報案 警銷來到現場後也通知台電人員 隨後追出是線路開關融絲桶接觸不良引發火事 影響當地大約120戶 忍不住近乎 語氣中男眼驚嚇 因為抬頭發現電線桿燒起來了 就見橘紅色火蛇串燒燃燒過程 還有零星火花往下掉 實在太驚險 警銷人員貨報趕到先管制交通 目擊民眾說事發前先聽到爆炸聲 接著看見火光 電燈閃爍後就熄滅 雖然有的電器還有電 但絕對不尋常 絕對的話也沒受損 都沒有 迅速到達現場 未發現電線桿有冒火花 他立即電話通知臺電人員前來處理 電線桿爆炸起火發生在屏東小琉球 26號傍晚5點半左右 追出是線路開關融絲桶接觸不良引果 臺電人員緊急搶修 大約兩個小時後完成更換送電 但也影響當地大約120戶 據了解這回故障屬於電路原件催化耗損 爆炸冒過場面嚇人 也還好及時處理有驚無險沒有造成人員傷亡 記者蘇世偉屏東報導